水箱比人还高的发电机组天花板长啥样 今天带你们体验一下 这是化工厂老板定制的华权600千瓦发电机组 采用直零六缸发动机 大缸径150毫米 常用功率达到了725千瓦 整机长3.8米 宽1.7米 高是2米 采用电控高压供轨进属 电喷电启动 配置自启动控制系统 国三排放 这样一款大功率大排量的机组 毕竟需要性能更加优越的散热系统 厚度有半米 高是1.9米 比我高的高呢 污轮增压有效提升了机组的功率和扭矩 增加了大约40%甚至更多的输出功率 对于柴油精来说 排量就是性能 这款机组的排量就高达19.6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不仅如此 我们的空力也很大 有效提升了机组整体性能 这款600千瓦发电机组的配置实在是太叼悍了 我已经想不到任何熊荣词再去形容它了 说的是6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的天花板 一点都不为过 我已经想不到任何熊荣词再去形容它是太变悍了 请不吝点赞 clue